沉重的喘息 消失的左肺 病情反复的背后 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一次普通的发烧为何久治不退 一次感冒是怎样变成了致命病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之路 健康之路 一生天天来帮助 对于有些家庭来说 家里一旦有了小孩之后 就会三天两头地往医院跑 为什么呀 因为小孩会发烧 但是有些家长也说 发烧是孩子提高自身免疫力的一个过程 对 如果说是一般的这种发烧的话 它其实是小孩子 他的全身总动员的一种表现 可是如果说发烧的时间太长 或者温度太高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到医院就诊的 今天我们要去认识的 这位小主人公妮妮 她这一次发烧 可是给全家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咱们去看一下 十六个月大的妮妮 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也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 但是今年春天一次外出回来后 妮妮感冒了 冷暖空气浇涕完的时候 所以天气嘛 或冷或热的 早晚晚餐也比较大 那就小孩子不小心着凉 一开始是感冒 感冒一开始症状呢 也就是打喷嚏 流眼泪 伴有低伤一开始的话 没有过多的犹豫 妮妮的父母马上抱起孩子 上了家附近的医院 那么这种师父就在家附近的小医院里 看了一下 吃了点消炎药 症状应该说 一开始是有所缓解的 吃上药 妮妮烧退了 咳嗽也减轻了一些 爸妈总算松了口气 可是还没有过两天 这天夜里 妮妮又开始发烧了 不仅如此还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声 我们自己家里要量的体温的话 有39度5 也是高少部退睡 我们也很揪心 还有就是咳嗽 咳嗽的话 就不用听整气 我们自己在旁边都能听到肺里面 从肺里面发出来的呼呼呼的声音 很粗的这种声音 妮妮又一次进了医院 可是治疗过程跟第一次没有丝毫两样 用常规的治疗了 吃退烧药了 然后还是化盐水这些 一通折腾过后 稍是退了 可是咳嗽却不见减轻 妮妮的爸妈心急如焚 生怕孩子再烧起来 可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没出三天 妮妮的体温再一次急剧升高 到医院一检查 结果让妮妮的爸妈大吃一惊 我拍了个CT片 它是初步确诊为肺炎 这已经非同小可 16个月大的孩子得肺炎 在妮妮的爸妈心里 马上引起了种种连响 甚至对眼前的医生 他们都已经开始怀疑起来 我对我们家里旁边的医院 这个用药 这些感觉心里都没有信心 我跟我老婆心里都很着急 从第一次发烧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妮妮的病情反复了三次 钱花了不少 病情却越来越重 妮妮的父母决定 换一家医院试试 于是他们带着 还在发烧的妮妮 来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 可是在这里 妮妮的病会治愈吗 为什么妮妮会出现 这么严重的反复的发烧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一位儿科的专家 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的 陈志敏教授 欢迎您陈教授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妮妮 它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发烧 所以我们也担心 就是这个妮妮它到底怎么了 从整个过程来看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下呼吸道感染 引起的一个炎症 下呼吸道感染 对 那么就是我们通俗地讲 就是肺炎 好像小孩得肺炎的特别多 对因为这个小朋友 他的这个感冒的也比较常见 如果说他这个 我们知道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 如果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没有控制好 它往下蔓延了 就会形成下呼吸道感染 陈教授我们倒是会经常听到说 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 但究竟这个是怎么来界定 哪是上呼吸道 哪是下呼吸道呀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是很清楚的画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喉部 或者我们老百姓说喉部这个以善 叫善呼吸道 这个以下呢叫下呼吸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善呼吸道 主要比如说这个鼻部 鼻部 咽部 然后是喉咙 下呼吸道可以气管 那分叉以后 脂气管 小的脂气管 最后到肺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下呼吸道 善呼吸道呢 如果说 我分的系呢 可以有比如说 鼻炎 咽炎 喉炎 那么我们老百姓讲的感冒 那么就实际上是鼻炎炎 如果是都有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统称可以叫 善呼吸道感染 下呼吸道感染 包括比如气管炎 脂气管炎 那么肺炎 但是如果到肺炎的程度 大多数都同时有气管 脂气管炎 那么我们有的是叫 脂气管肺炎 或者简称肺炎 那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 感染都会引起发烧吗 是的 因为都是细菌 病毒这种微生物引起的 那么上呼吸道 也可以温度很高 那么上呼吸道 但是随着病程的推移 大多数病人 经过一段时间都会好起来 或者经过治疗好起来 但是有越少部分 可以向下蔓延 到气管 脂气管 到肺部 这个里面就出现一个 痰的问题 痰 因为我们上呼吸道 比如是堵住 我们可以用嘴巴来呼吸 好像并没有产生 那些生命危险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谈堵住了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堵住一次肺 或者某一个小的分支堵牢以后 那么它下面的这个肺部 就会出现问题 最容易堵的部位 那当然是比较细小的 越细越容易堵 就是里边 带颜色的 如果是这个气管 如果这个气管堵住了 那马上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这个要比较很大量的痰液才会堵 少量的痰液半度是下面开始上来 下面开始上来 那么小的这种分支 那么就很容易堵住 何医生 那个带颜色里边像树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就是支气管 像这个模型的话 它这个气体通过气管 然后到下面 这个大的支气管 然后最后到细小的这些分支 然后它只有一条道 所以如果说痰液把这某一个部分堵住了 那么它这些分支后面的这些部分就得不到空气 得不到氧气 它就会堵上 那有的时候 就是小孩一旦就是像发烧 或者是肺炎的时候 你会听到它那个肺就像 就是总发出那个声 有呼噜呼噜声音 对 那个声音 那个是说它 是有肺堵 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是痰液 在这个气管里跑动的这种声音 因为随着呼吸 它上下在动 所以我们医生就要听到痰的声音 对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不是医生为什么要拿这个听诊器 其实就是在听这个声音 贴到这个背上 还有这个胸前这个位置听 如果听到这个像水泡一样 咕嘟咕嘟这种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可能肺气管里面有痰液了 对 你知道吗 作为家长有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小孩 就是好好那个声音的时候 你就特想帮他咳 就是赶紧你咳出来不就行吗 但是不是小孩就是太小 他咳不出来呀 是的 这个因为小孩子本身这个肌肉 胸臂的肌肉 这个发育程度不够 所以他不可能像成人这么有力的咳嗽 通过借助我们自己的力量 把它咳出来 那小孩子这个咳嗽力量比较弱 所以容易比成人出现弹度的情况 对 而且他如果说是在早期的时候 他的上呼吸到感染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一个总的气管在这里 他的气量很大 他容易咳 所以你看他平时感冒的时候 他会咳会咳弹出来 但如果这个分支往下走了 很细了 他这个分支可以最细达到25个分支这么多 也就是说分25次 你想最后分到那个就非常非常细小 再加上他本身的肌肉力量也弱 所以这个弹液就很难再咳出来 那对于宁力来说 总是在不断不断的发烧 那么接下来宁力有可能还会遇到非常大的危险 咱们接下来看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呼吸科病房里 妮妮的主治医生根据他的病情给他开了一些消炎的药物 根据小孩子进来一个咳嗽发烧的情况 以及他的一些血液的检查 包括血肠硅 以及一些C反应蛋白的检查 那么考虑这小孩子是一个细菌感染 也就是说细菌感染引起的一个肺炎 看着医生写出来的处方单 妮妮的爸爸有些无奈 因为从妮妮发烧的第一天 他就带着女儿接受着同样的治疗 一直到现在 不光烧没退 咳嗽反而越来越重 这让他既心疼又窝火 不能光靠这个消炎 常规的消炎 把病情缓解了就可以了 我们是要去治病根 找病根治病根 真的是关键 对妮妮爸爸的疑惑 医生做出了解释 前面的两次上回道感染 已经使用了很多的抗生素 他会有这个顾虑 但是呢 就是说在目前这小孩子 下回道感染 这么明确的情况下 同时呢 又有细菌感染的证据 那这个抗生素的使用 应该说还是必须的 医生结合妮妮的影像学检查结果 指出了妮妮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咳不出来的痰已经堵满了他的左肺 匿密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一般来说大多数的肺炎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这个小孩子有点特殊 他的片子上拍出来显示了一个左侧的 左侧下肺的一个不张 也就是肺不张 肺不张就意味着吸不进空气 接下来就会呼吸衰竭而死亡 可是妮妮爸爸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一个月来的治疗 妮妮却越喘越严重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妮妮摆脱这种危险的境地呢 真的没想到这样反复的发烧 反复的感染居然会让小妮妮的生命也受到威胁 但这确实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个痰是在这个炎症过程中产生的 那么如果痰液量比较大或者很干 那么堵塞了以后 它就会影响到它堵塞以下的气道的通气 就气体进不去 那么它后面的这个肺它就没有功能 如果我想象一下如果堵塞的范围比较大 那么这个肺的功能就会减掉一半 减到这个三分之二 那么我们这个我们整个呼吸的功能就不能维持 那么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病人的一个骗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的这个部分 这边右侧这个肺应该说基本正常 那么这一部分白的这部分呢 都是肺已经被上面堵捞以后 上面堵捞以后下面全部被气体吸收了 那我们医生说这个是肺不脏了 脏不开了 脏不开了以后 那么它的气体进不去 那么我们就说要气体 我们需要的氧气也进不去 它的我们机体的肺气二氧化碳也排不出来 那么我就会出现呼吸衰减 妮妮的病让爸爸非常困惑 因为妮妮从第一次发烧以来一直在积极治疗 吃了不少退烧药和抗生素 但病情却越来越重 难道是药吃的不对吗 感冒导致的发烧是否该服用抗生素呢 如果是温度不是很高 38度以下 那我们也不主宰吃退烧药 因为任何一个药物都可能有副作用 但是如果温度很高 39度以上 那么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建议家长用退烧药控制这个高烧的 对 而且如果说是在这个 比如说感冒的早期 特别是这些病毒性的这种感冒 是不能够用抗生素的 为什么呀 它是这样 一般来说我们用这个抗生素的话 它有一个原则 就是一个是你一定要 就是有针对性的去用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病毒性的上呼吸道感染 那么其实老百姓也知道这个吃感冒药就是七天好 不吃感冒药就是一个星期好 然后其实都差不多 一样的 病毒性的不用吃放到一边 那么如果说它是一个细菌性的炎症 比如说有这个壳的浓盘啊 然后这个高烧持续不退啊 可能甚至还带来它这个精神状态这些都不好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用一些抗生素了 按照陈教授的说法 尼尼高烧39度以上 吃退烧药没问题 但它是否该吃抗生素呢 如何判断它到底是病毒感染 还是细菌感染呢 很重要的一个客观的指标 如果白血球很高 中性的细胞很高 或者另外有其他指标 比如CRP C反应蛋白 那这些指标 实际上医生都会开给你 那么一看这个指标都高 那么可能考虑细菌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一般情况下会建议你用抗生素 有什么样的办法现在能够帮助你 你把体内的那个肺内的痰给它清出来吗 如果说这个痰也很粘稠 或者量很大 那我们通常我们的护士可能会吸痰 吸痰 对 用管制来吸痰 但是这个吸痰也有一定的限制 因为这个吸痰从喉咙口进去以后 一般很难通过这个气管深门 而这要通过深门 我们一定要借助一种特殊的设备 就是说叫纤维直气管径 纤维直气管径 对 纤维就是很细的意思 然后看直气管 那么从我们的鼻子进去 然后通过喉咙 然后通过深门进去 直接到气管 然后到小气管 进去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通过负药吸引 就是把它吸出来 刚才陈教授提到的叫纤维直气管径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又是怎么工作的呢 咱们接下来到掩饰区 请让大家一报应 这个就是一个小儿的纤维直气管径 那么这个外径是2.8毫米 这是要伸到哪里去呢 那么就从鼻子进去 然后到喉咙 到深门吸管 直气管下去 当然通过负压吸引 吸引很细胞的痰可以吸引 另外一个办法呢 我们可以把一些器具伸进去 然后呢 就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 就把固体的东西 包括外面掐进去的东西 有的时候就是痰液很干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打开 打开了以后 它就是变成一个网转的 一个螺旋的一种结构 那么通过这个进去以后 通过一种转动 一种转动以后呢 就把这个就是卡进去了 卡进去 然后我这里一收以后 就基本上把它固定了 然后我就静止出来 就把这个东西带出来 这个是就对很粘稠的这种痰 可能一部分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取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说那个痰它不是粘稠状的吗 而且有些都是液体的呀 那要像这样的东西 不会把那个这能抓得住痰吗 如果液体就不是用这个东西去抓了 那么通常情况下会通过负压 就是负压性 我这里 这里是一个通过一个负压的瓣 就是连接一个负压的瓣 然后就像抽水机样 不断地抽 那么从这里可以就是写出来 当然如果说有的很粘稠的话 它会因为负压的这种 它就贴在这个上面 那么它就整串脱出来 从你体内加出来的这个痰 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就是从病人身上写出来的这个痰酸 我们叫痰酸 因为它像酸字一样 已经把这个气管和支气管素整个酸住了 痰怎么会是这样呢 这有点像珊瑚啊 对 它因为这个痰液很干了以后 就形成这种结构 那么就是沿着的气管支气管 那么它就是这种分布 我们叫气管支气管素一样的这种结构 那么有的病人呢 就是如果这种东西很多的话 那全部晒了 那就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说这个水分不够 包括水吃的少 补的少 或者是高热 那么也有的时候呢 就是某一些细菌 它产生的这个痰特别的粘稠 那么它没有结齿的磕出来以后 就是堆积了以后 水分蒸发了以后 就会越来越干 那就是这个东西堵在尼尼的那个小肺里边 让它不能够非常顺畅自由的呼吸了 对 这个也是高烧的一个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看看了 用这个纤维支气管径 把这么多的东西 堵在小尼尼肺里边的痰取出来之后 尼尼可以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一起来看一下 在给尼尼的家人详细介绍了纤维支气管径的工作原理之后 尼尼的家人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 手术只进行了半个小时 医生取出了堵在尼尼气管里的痰印 尼尼马上就有了好转 那时候的话就烧也退了 咳嗽也稍微有些缓解了 就也听不到 在旁边听不到呼呼呼的声音了 很快 尼尼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出院回家了 那么关于孩子发烧感冒呢 作为家长还有很多想了解的 那么你想知道我来问 接下来进入到专家的快速问答 请问得了感冒如果不吃药的话 会不会自己好呢 大多数病人在三到五天都可以逐渐的好转 小孩得了感冒之后会有危险吗 如果感冒引起了其他的并发症 比如说肺炎心肌炎 那么就有危险 但是大多数病人没有这种并发症 为什么小孩会反复感冒呢 这个和孩子本身的抵抗能力比较差有关 为什么小孩六个月以后是容易生病呢 因为六个月以内他有母亲通过胎盘传给他的抗体 而这种抗体在六个月以后就逐渐的消失 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产生抗体的能力还很差 小孩发烧的时候什么时候该用退烧药呢 原则上39度以上就需要用退烧药 因为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抽筋这种不良反应 发烧会烧坏脑子吗 低度的发热一般来说是不会 但是高度的发热引起抽搐 而且时间比较长引起缺氧 那么就会影响到脑子 小孩发烧以后是不是一定要吃抗生素呢 这个主要取决于引起发烧的原因 如果是病毒感染不需要 如果细菌感染还是尽早吃尾一 小孩发烧的时候同时伴有咳嗽 是不是一定是肺炎呢 那不一定 因为感冒也可以清楚地咳嗽 但是如果咳嗽比较严重 或者是有痰 那么要注意有没有肺炎的可能性 小孩发烧的时候没有鼻涕也不咳嗽 是不是就一定不是呼吸道感染呢 那也不一定 因为咽咽扁桃体咽可以没有流鼻涕 没有咳嗽 但它也是一种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类型 哺乳期间的妈妈感冒 是不是可以继续喂奶呢 如果普鲁的妈妈没有发热 没有明显的中毒症状 就是精神很好 那一般来说可以 但是要注意避免传给小孩子 但是如果有发热 还是建议不吃为好 好的 谢谢两位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广告之后是精彩的节目导师 期待您继续收看 夫妻俩身高正常 为什么两个儿子却都长不高 身怀六甲却忧心忡忡 只为能生个女儿 究竟男孩与这个家族 有着怎样的恶缘 一家人能否逃脱命运的魔咒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